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在我之前的几期视频里面呢 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如何使用Docker和Traffic 在你个人服务器上快速搭建一些application 比如说像WordPress或者Bitwarden这样的应用 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回归Traffic本身 给大家谈一谈如何使用File Provider 那闲话少说,让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的话呢,我会打开我的浏览器 为了节省时间呢,Traffic的这个框架我已经搭建好了 如果不知道这个Traffic的Dashboard框架怎么样搭建 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会有详细的讲解 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Traffic的Dashboard Entry Point的部分就80和443 然后Provider的部分呢,会有Docker和File两个 那为了更好的来聊今天的话题呢 我需要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流量是怎么样通过域名 然后到后端的服务的 首先的话呢,当你的这个Client或者你的客户去到你的网站的时候 不管是用浏览器也好,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那么呢,这个客户端,我们就说浏览器吧 会把这个域名解析为它的IP地址 那这个IP地址也就是你的服务器的IP地址 当这个你的客户的这个流量到达你的服务器的时候 那Traffic就会根据你的客户他来时的 就是他request的这个域名 来把这个流量导入到不同的这个服务里面去 就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吧 如果有人在浏览器的这个 就是输入这个网址 那么他会到达我的这个服务器 那Traffic呢,看到这个客户想要去到这个地方 那么就会把他的这个流量 直接导到咱们Dashboard的这个服务里面去 也就是API and Internal这个服务 中间的话呢,会使用Secure Header和Basic Off 也就是你刚刚看到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来做一个验证 最后到达这个服务 那Fire Provider呢,就是通过提供一个更加便捷的方法 可以说是热插拔的方法 来让你可以轻松的转变后端的服务 以及前端的这个域名 甚至于包括你要使用的middleware 这样讲可能有一点点抽象 我们来现在看一下怎么样来操作 首先的话呢,我还是要去到我的服务器 然后把这个打大一点 方便看 OK OK,现在只有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Docker Compose的文件 可以看到就是很标准的一个Docker Compose的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这边用Docker Label来定义的这些部分 全部给用这个Fire Provider来做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Label的部分 我们定义了我们的Entry Point是Web Secure 对吧 然后呢,它的域名是这个 然后这个域名会指向它的后端 就是咱们的Dashboard这个服务 中间的话呢,会使用User Auth这个middleware 我们现在先把它给全部删掉 保存 然后的话呢,去到我们的静态文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静态文件里面的Provider有两个 记得吗?Docker和Fire 我们现在把它给删掉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到我们的动态文件了 刚才我也讲过 使用Fire Provider的情况下 所有的配置都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会在动态配置文件里面来做一个这个配置 哦,打错了 OK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动态配置文件里面呢 只定义了middleware 那我们当然还需要定义一下router 为了节省时间 我还是直接抄我的那些配置好了 也可以手打,也可以手打 但是routes 然后,这挺烦人的 我还是抄吧 这篇文章 为什么这个手打烦呢? 就是用Vim来打的时候呢 它这个空格总是不是很准 那YAML这个又必须得非常准 只要你这个intention不准的话呢 它就出问题 所以的话呢,咱就直接复制粘贴可能更快 OK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定义一下我们的这个dashboard 比如说我们这个router的名字就叫dashboard好了 随便你叫什么都可以 服务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的dashboard服务 API at internal 这是一个固定的名字 就叫API at internal middleware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 我们需要用user auth的这个middleware 然后我们把它给删一下 auth对吧 然后hostname的部分 当然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traffic点 tomato.monster 这个时候我们来保存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 我们来把它重启一下好了 重启之后呢 开一个新的窗口 可以看到呢 还是要输入用户名 密码 OK 这个时候再看 我的provider只剩下file了 对吧 之前的话还是两个 现在是只有一个了 只有file了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插拔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不想叫这个名字了 我想在我的首页 来显示这个 dashboard 可不可以呢 可以 改一下域名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开一个新的 可以看到 马上 也不用重启 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域名的部分 就已经被我换成了www.tomato.monster 对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单独的加一个新的service进来 就是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看一下怎么样 从这个定义router到定义这个service 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nginx的这么一个服务好了 它已经有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nginx的这个docker compose文件 没有任何的label 那我们就来run一下 还是要刚递比较好 因为还要修改文件嘛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有两个container在运作了 一个是我们的dashboard 一个的话呢 就是nginx的这个container在运行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服务呢 还没有被挂载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任何的这个nginx的服务 应该是另外一个 OK 3w.tomato 可以看到呢 service的部分呢 是没有这个nginx的 怎么样来定义呢 也是在我们的动态配置文件里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给它加一个router好了 就是我们想怎么样来 在什么地方来运行 哪个网址来运行这个nginx的服务 copy一下 paste一下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什么呢 blog好了 service的部分呢 我就随便给它起个名字了 比如说叫nginxservice 好了 随便起的 这个名字都随便起 然后呢 middleware的部分 我暂时就不用middleware 然后的话呢 这个 哪个域名呢 我这边就取个桥 我还是用同样的域名 但是呢 是下面的一个folder path 哪个folder呢 blog这个folder OK 这就是我这个nginx的服务 那现在只是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弄好了 我们来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router 可以看到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这个router 但是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连到nginx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目前还没有定义 我们需要把它定义出来 怎么样定义呢 这边 我们还是先copy一下 回到这个部分 粘贴 然后的话呢 服务的部分 刚刚我们上面叫nginx的service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服务就叫nginxservice 好 这边可以看到它需要你加入一个url 一个ip地址 这明显是一个internal的ip地址和一个端口 怎么样来找到这个ip地址和端口呢 也很简单 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container 我们现在需要inspect一下 我们这个nginx container inspect c7b ok 好 这边的话呢 它有个ipaddress 是172.30.0.3 端口的部分呢 也是80 然后我们现在就很简单 回到这个文件 把这个 给它删掉 把刚刚那个ip地址给打进去 172.30.0.3 然后端口的话呢 是banley 我们来保存一下 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dashboard 你可以看到 刚刚还是打叉了部分 现在已经全部都ok了 我们来看看成不成功 3w. 就在这边就好了 3w.tomato monster dashboard 就是dashboard blog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 直接连到我们的nginx这个service了 那我们发现 这个subfolder可能不是特别好用 我们想换个别的 可以吗 也很简单 直接 把这个域名的部分改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把域名改成叫blog好了 后面的话可以删掉 删掉 OK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刷新 这个服务就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域名改到了blog那边去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如果我想加一个验证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把同样的验证 middleware加过来 保存一下 开一个新的窗口 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呢 它就需要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 才能到达这个blog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fire provider之后 我的一切 包括前面的这个域名 包括要使用的middleware 以及后端的这个服务 都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自己搭配 比如说我这边这个service 想把它换成engineering service 就随便我换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之前使用的label label的example呢 比如说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可读性方面 我个人觉得fire provider要好很多 这边我觉得有很多重复的东西 包括什么traffic 然后http router 其实这两个东西讲的是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读起来就直观很多 比如说我给它定义的名字 这个router的名字叫blog 那这个router呢 它对应的后端的服务 就是enginex的这个服务 然后呢我们使用一个middleware 最后的话呢 它前面的这个域名是这个 这三个的顺序可以随便你调换 比如说你把root放上面 middleware放中间 service放下面 这个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随便调换都可以 所以我个人觉得 无论是在可读性上面 还是在这个 就是灵活性上面来说 这个fire provide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重视的一个功能 所以的话呢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请给我留言 那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